全油管最快新闻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统计 2023年冬季的呼吸道传染病并未先驻变得更加严重 研究发现流感高峰期的拥挤情况主要是由于感染人数增多 过度检测和医疗服务集中到大医院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而在公众的感知中呼吸道传染病的严重性可能被夸大了 目前病原体检测在对治疗有帮助的情况下是必要的 但过度依赖检测可能导致不恰当的用药和治疗 此外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到大医院也是我国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公众应当理性对待呼吸道传染病 根据症状和需要选择就一方式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